嗨 大家好 我們來到Family時間 今天牛肉吧是今晚的大廚 所以我來幫牛肉跟牛媽他們 準備今天的晚餐 上次我們去Costco 有買這個戰斧牛排 跟我臉差不多吧 那一陣子很大便 那我今天還來做這個戰斧牛排 然後煎給他們吃 不過這需要比較長時間 所以我要趕快來準備了 戰斧牛排等一下要先煎過 煎過讓它表皮有點酥脆 它酥脆之後再送進去烤箱 來烘烤 因為畢竟它肉這麼厚 如果只是單純煎的話 你應該不會熟 那我們現在來準備吧 好 我先把鋁鍋吃起來 大家知道鋁鍋要買麵嗎 其實他們上面都有說明啊 亮麵的啊 要炒食物 他們是說這樣可以增加食物的反光麵 增加到反光麵的話 瘦熱會比較好 好 現在已經把鋁鍋煮好了 我們再來要準備一些備料 所以那天有買一些 甜椒啊 玉米啊 馬鈴薯這些的 在這裡 還有 杏鮑菇 這些洗一洗 切一下 我是習慣把中間的 心啊 直接把它剔掉 那整個紙就挖出來 就很乾淨 好 這種時代就可以用玻璃水洗啊 比較乾淨 因為自來水裡面會有濾桶 然後把它大約切一下 因為等一下要烤 所以我覺得不用太小塊 可以大塊一點 因為他們這烤完會縮水一點 其實香菇這種東西不太會髒 只是把表面的一些 灰塵啊 沖一下 要買這種馬鈴薯啊 其實他蠻小顆的 而且他是那種 我覺得他這種東西已經有洗過了 所以我覺得 可以稍微洗一下 切個對半就好 切個三塊吧 讓他比較快熟 其實我覺得馬鈴薯 皮比較洗乾淨啊 其實他皮烤起來 我覺得很好吃 玉米啊 我覺得一根就好 不然 今天的量會有點太多 但是我覺得這玉米 沒有到很甜啊 比較扣子扣子 我覺得可能是進口的吧 還是品種問題 我覺得他的甜度 沒有像傳統市場那種的 水果玉米啊 那種那麼甜 把前面乾掉的地方 切掉 玉米切掉一次 那個 這樣就點火 他準備開始 先把鍋子燒熱 但是再來可能聲音會比較少 因為我要開個 抽的原因之一 不然人家煙會很大 然後我先把 這樣粉絲在表面啊 側邊啊 人間的地方 稍微煎一下 讓他可以鎖住肉汁 等一下烤的話 肉汁才會流失太多 讓他脆一點的話 火可以大一點 因為牛肉 他本身油脂也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 沒差 所以就沒下去了 哇好香喔 我覺得美國的牛肉啊 的油脂比較多 澳洲的他可能都是飼料的那些 或者飼料比較多 所以他吃起來 雖然有油脂 但是他的香氣沒那麼重 所以我會比較喜歡買 美國牛肉就這樣 美國牛也禁止了很長一段時間 因為 之前有黃牛症啊 黃牛病那時候 所以 有一陣子 台灣也沒有很多牛 只要有帶土的 都很進來 然後 就不能 我覺得這樣應該差不多了 把它翻面一下 比較冷靜黃色的感覺 太大塊了 然後 下不去一看 超去一看 這整個牛肉的熱骨部分 接下來 剛剛弄起來 超會的部分 好 然後 把它放上來 整個烤盤已經快放滿了 你看 現在鎖出糯汁了 再來我們就是要把 剛剛的配料 給你放上來 然後再加一些調味料 雖然他本身油脂很多啊 但是 還是要加一點油 因為畢竟蔬菜 旁邊的蔬菜是沒有油的 加一點點的油 胡椒鹽 因為他這肉很大塊 油脂多 所以我覺得胡椒鹽 不會到 不用怕太鹹 加鹽了 我就完全靠這個 因為我們喜歡 我們比較喜歡吃 他肉本身的原味 蔬菜放上來 玉米安 來 淋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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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少取的沙拉油在旁邊 我覺得還是要稍微翻一下 因為那種田椒啊 杏包菇 他烤的時候會出水 所以我覺得 時間可以烤久一點 畢竟這肉 也比較大塊 不過我又找到一個番茄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滿滿一盤 那我們就把它送進去 烤箱裡面 熱騰騰 這個牛排給送進去了 它燈最大的就是Mess 應該在250度左右吧 25分鐘左右 烤箱後面會有個循環風扇 讓它的熱度啊 在裡面產生熱循環 溫度會更均勻 那我們就等一下囉 等一下看烤完之後啊 點丟麥跟點丟麥吃 看他們對我這次的料理評價度 男生的野人料理 已經熟囉 我來打開了 我要看 等到你不要摸了 好燕喔 好香喔 哇 好燙喔 有玉米耶 油油亮亮的 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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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油亮亮的 好燙喔 真的要吃嗎 要直接吃肉就對了 很燙喔 好燙喔 好燙喔 好吃嗎 味道如何 好吃嗎 你怎麼像牛肉麵的麵 牛肉麵的麵 你怎麼像牛肉麵的麵 牛肉麵的麵 為什麼 很香啊 我們一起吃看看 牛肉麵的肉 它纖維比較粗 感覺比較大塊的關係 超級大塊的 很嫩的 然後全手 不過 空間還是軟的 我覺得可以帶 深一點點 好像有點太熟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可以用在200度左右就好 然後 時間可能 用個 20分鐘就好 然後不用到25分 應該少了幾分鐘就好 玉米然後 馬鈴薯跟甜椒 還有燉包菇 翻舌 你們如果有去Costco 也可以買飯自己回來用用看 如果家裡 鍋子不夠到 或者是沒有烤箱的話 我建議就是把骨頭 拿掉 然後 然後 就用鍋子上面加蓋子 用小火 一開始先用大火 煎表面熟 然後再用小火 下去把它燜熟就好 或是你把骨頭拿掉 然後用氣炸鍋再 我覺得你氣炸鍋真的很 氣炸鍋 我覺得 也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沒試過 但是 如果要讓裡面手 的溫度一開始不要射太高 對 好那我們 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